正月初五,迎财神日 清朝蔡云写过 五日福财五日求 一年愿望一时愁 这一天,人们争先起早 焚香放炮 想第一个把五路财神接回家 这藏着每个中国人普实的愿望 希望新的一年财源滚滚 不过,光有一颗恭敬之心 还不足以得到财神的垂青 因为财富会流向匹配他的人 财神也只眷顾那些懂得修行自己的人 一勤勉,是财富必经之路 东路财神笔干原是伤骤王帝心之书 他因为骤王的昏庸 打几的陷害,被迫剖心而亡 玉帝怜悯他,封其为财神 待天掌管世间的财富 因为无心,所以他分配财富时 不偏不倚 谁有几分耕耘,谁就有几分收获 这也是中国文化对财富的态度 天道酬勤,一个人踏踏实实的努力 就会得到相应的回报 一个人的富足 无疑不是脚踏实地 深情力行的结果 卓文君的祖辈卓氏 原本是英式人家 后来,秦国为掠夺财产 强制性迁徙当地的富户 卓氏也在其中 被迫迁于林琼 一朝沦落为身无分文的平民 许多同行人痛哭流涕 卓氏夫妇却没有怨天尤人 他们互相鼓励 只要手脚勤快点 不至于饿死 只要多想多做 总有再发家一天 卓氏夫在林琼安居之后 发现此地虽是巴蜀边垂 但铁矿资源丰富 他们一边亲力亲为 筹划生意 一边招募大量工人 开矿炼铁 前一两年 他们只能谋个温饱 后来 因为卓氏铸造的铁制工具 越来越畅销 钱必充裕 十几年后 卓氏成为滇鼠一代的首富 拥有家仆达千人之多 田园水池不计其数 富贵本无根 尽从情理得 没有突如其来的报复 财富 都是靠勤劳一点点积攒起来的 多少人毁于急功近利的心态 求一夜 腰缠万贯 求一招功成名就 求到后面 一无所有 他是可薪家 勤劳可致富 二人品 是财富之根基 范李被民间封为文财神 他造出了历史上第一赶秤 古时一经为十六两 他便在秤托上设置了十六颗星 分别是象征天的南斗六星 象征地的北斗七星 和象征福禄寿的三星 告诉人们行商时 要守得住德行 不要做违心之事 范李在工程身退后 化名赤衣紫皮 在齐国买下一处海边的土地 做起了生意 有一次 范李资金周转不灵 向一个富户借了十万钱 一年后 这个富户带着各家的借据出门讨债 不慎包裹掉到江中 几十万钱的借据和路费都没了 在没有借据的情况下 范李不仅连本贷稀还了钱 还额外赠送一笔路费给这名富户 由此 范李的人性之名广播天下 众多商家都愿意与范李合作 君子欲于义 小人欲于利 谁都喜欢金钱 但因取之有道 恪守道义 守不住自己底线的人 终究也守不住钱财 刘伯温在《诚意伯文集》中 写过一个故事 春秋时 中山国有种名闻天下的好酒 叫千日醉 一位鲁国商人 一心想找到这种好酒的酿造秘方 却苦求不得 他便想到一个方法 通过收买在中山馆里九四的官员 让对方从酿造千日醉的酒家 偷取酒渣子 将酒渣子运回鲁国后 他将其放在自家的酒缸中 冒充是千日醉销售 一时销路大开 没过多久 这酒传到中山 原生产酒家的人 异常味道 便知是假酒 鲁国商人 很快就遭到揭发 信用扫地 自此生意日渐萧条 官而无德 贵如昭露 富而不易 财如情雪 一个人的财富 如果没有德行作为支撑 就如空中楼阁 总有垮掉的一天 厚德在物 我们只有修行修德 才能驾驭财富 规避祸患 三读书 财富是对认知的奖赏 在民间 文财神的形象 一直是文官打扮 有的是头戴宰相纱帽 手捧如意 身着蟒袍 足踏元宝 有的是身披黄袍 手持文房四宝 相貌如雅 这源自儒家崇尚的 学而优则是 因此 文财神代表着智慧财富 子贡是孔子的弟子 平时博览群书 各个领域都有涉猎 周游列国时 他又掌握了各国的内政外交 风土人情 如此丰厚的知识储备 让子贡对商业有独特理解 有一年冬天 子贡获至吴国将出兵远征齐国 料到吴王夫差 一定会在全国抢征思眠 以供军队遇寒 这样就会造成民间思眠紧缺 于是他赶紧安排人员到各地采购 快车运往吴国 果然 吴国百姓很快将思眠抢购一空 子宫大赚了一笔 后人因子宫富可敌国 尊其为如商十足 财富是对认知的奖赏 你的认知有多高 你就能赚多少钱 读案卷书 行万里路 学会投资自己的大脑 永远是你赚钱的最快方式 白龟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商人 他熟读各种金石典籍 各种兵书也了然于胸 融会贯通之下 他自己形成了一套经商理论 概括为四个字 智 勇 人 强 什么意思呢 他认为 经商要像伊尹 吕上那样筹划谋略 像孙子吴起那样用兵打仗 像商鞅推行法令那样果断 靠这一套理论 白龟成为有名的富商巨股 口袋里的钱 是脑袋里知识的变现 多学习己门知识 多打磨一下技能 这才是一本万利的投资 当一个人能沉下心提升自己 他离赚钱就不远了 中国有很多财神 比如西路财神关羽 是西蜀大将 南路财神柴融 是五代后周皇帝柴融 中路财神王亥 是商国部落的一个首领 你会发现 他们其实都是凡夫俗子 或因为他是勤劳 或因为乐善好施 被后人推崇为财神 说到底 修行自己 就是最好的生财之道 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成为自己的财神爷